嗯,最近的课都好无聊哦 是啊,总感觉没什么激情上学了 啊,奇怪,今天你们这帮小孩子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秋开老师,虽说学习惯重要吧 可是玩乐是孩子们的天性啊 对啊,如果我们老师这么上课 我们就会变成跟你们一样无趣的大人的 你确定你没有认识上过课哦 啊,秋开老师,要不我们今天就玩角色扮演吧 呆,妖怪,快把我师父还来 哎呀,你干嘛,秋开老师,你才是妖怪,我是唐色 啊,哦,抱歉抱歉,重新来重新来 你好壞眼嘛 呆,你一个兔绿和尚 我要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抽了你的筋 然后长生不老 啊,妈妈,幼儿园老师要谋杀了 嗯,你这是要干啥 是我的演戏呢 好啊,你个老妖怪,你这样连个小女孩都不放过 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 不是啊,你们这是要作甚啊 小丁丁,不是唐僧吗 哼,还在狡辩,你跟他说的话,我全部都录起来了 大师兄,二师兄,抱歉啊,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师父,我来救你啦 大胆妖怪,我会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啦 你们算朝代了吧,呗 呗,呗,呗,你一个婆猴,吃我一剑,爱的鞭策 哇,哈哈,救命啊,幼儿老师打人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今天就是合伙着,又来欺负我,是吧 大师兄,我来救你啦 大师兄,快救救我 傻师弟,我来救你啦 大师兄,你是花果山,派来的猴子吧 如果,我说我是过来陪你的,你会信我吗 这还真是,天上掉下个李妹妹啊 你个兔里和尚,看我这次,不真的把你给煮了 小开老师,我们只是开个小玩笑啊 真的,你信我啊 八戒,现在就只剩下你了 还有什么遗言想说的吗 大哥,小开老师,刚刚小师弟录下的烟,真的在邮警察叔叔啦